日本人的家庭關係 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tori 我們要談日本人的家庭關係 對 家庭關係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有稍微講到 他們跟家人比較冷淡 疏離 所以我們挑了幾個比較典型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 日本人經代第三點 秋代がスコフル 仲良し 真的是 就是兄弟姊妹感情超好 真的是 有啦有一些人跟兄弟姊妹感情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其實 可是他們那個沒有非常好 在日本的標準也算很好 因為他們的感情不好是 不太臉目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我有寫說我前男友他其實是四人兄弟姊妹 就是他是四個孩子 對 但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他的那個兄弟姊妹 是男的還是女的哥哥還是姊姊 還是妹妹還是姊姊 對然後他幾歲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有四個 對然後就很神奇 而且就妳就算問他 他也不太跟你說 然後可能也不知道在做什麼事 對工作講不太出來 然後有的連絡先都不知道 對然後要經過父母都不知道 對要問媽媽也很會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對啊可是這在台灣就不太可能 沒有欸真的 在台灣不會啊 就很有聯絡 而且很難想像就是 怎麼會不知道他在幹嘛 或者是沒有聯絡方式 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大家會問說你是秋酒 是喜酒還是喜酒 他們超愛聊這個 就是他們很喜歡用出生先後順序來 來定義你的性格 其實我覺得還蠻準的 就是長女確實是比較有擔當 然後十一塊的人大部分真的很自律 可是我是第二個 因為你不算啊 你等於也是秋酒啊 喔你說同一個性別的話 對同性別的話真的蠻容易 他們真的會就是說 就是他們真的會直接這樣說 不然就會說 我沒有關係 我前男友就是很典型嘛 剛剛說那個我休息就回家 我跟我前男友交往旁邊 好啦已經過世但他媽還在喔 可是 一次都沒有見面喔 雖然是生活在外縣市 可是 我有時候會說 他說 就是 愛你也可以吧 然後他就會說 他說 然後鳥取的夏 夏暑暑的 不會寒冷 我猜我前男友 假如他媽住在一個賽塔 然後他會去想 對 他媽住在鳥取 所以他就真的不回去 然後他有一個哥哥 從來沒有話題的 然後應該也沒有聯絡 好像是跟他媽住 然後是一個 密度吧 可是 就是沒有那個聯絡 可是他們真的好奇 對 對 也是 他妹妹在 東京 然後他也說 但是 他們會 他們家會聚會 然後他說 已經算很好了吧 已經算很OK了 對 已經算很OK了 對啊 就是也是會慵懶 就我前男友是 會在母親節的時候 會跟他媽 講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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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有送他 媽媽禮物 我不知道 對 因為我沒有參與到 就這樣 沒有參與到也是一個整集的事情 就是台灣應該都會一起參與 對對對 沒有沒有參與 沒有交集 沒有交集 因為他們說的那個 就是 除了常見面以外 那個日本女生 他有點嚇到 就是 兄妹或者是 姐弟的感情好到 就是可能 會一起去逛街 然後 會一起什麼 幫姊姊買衛生棉之類的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種 台灣很普通的事情 他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 那個時候就想說 對 因為 我們那時候就在聊的時候 台灣的情人節 跟日本不一樣 對 然後那時候想說 我也是就是 我哥大概 我應該忘了 反正就是我 我剛剛還在念大學 還是念高中 我忘了 反正就還是學生的時候 然後我哥就說 你怎麼 情人家在家裡 然後就說 喔沒有啊 就沒有約啊 然後就說 那我要去吃牛排 而且你知道 對於你這個故事 真實性有存 因為你沒有沒有過男朋友 有啦 不然就是可能吵架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情人家 你覺得怎麼會這麼忘記 這種事情 你連這個時候有沒有的情緣都 而且是誰都忘了 對 我記得我跟我哥去吃牛排 然後我就覺得 很開心 很開心 而且你哥還因此這樣 就是你把女朋友約在下一攤 對 你不用很 應該不知道會不會 討厭你的妹妹 我不知道那個說是女朋友 還是 可能是暧昧對象 對 反正我對她的膽情生活 所以不是把握得那麼齊全 對啊 可是這個事情 跟日本人講 他們就嚇到了 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會有點刺痛的感覺 對 他們會覺得你這樣子 戀胸或戀妹 對 沒有啊 完全沒有 通啊 看你可憐 對 對 真的是看你 看你寫在那邊 對 看你要不要去 一起去她 我是覺得日本人好容易 日本人很容易 很容易覺得日本人很奇怪 很奇怪 就是讓他們自己最奇怪 就我哥如果出生來 有時候也是會約 嗯 嗯 我看到instagram 然後知道他來了 可是因為他沒有另外跟我講 所以我就想說他可能 很忙 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回覆他 後來他就有跟我 我們共通的一個朋友約合 然後 他還抱怨說 我妹都不會來約我 什麼意思 那你自己約他們就好了 對啊 然後我想說 那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然後他好像就是說 因為我好像有說 就是我禮拜一要去 我那時候要去新加坡 他就覺得可是是禮拜一啊這樣 然後我想說 你怎麼這麼玻璃心啊 欸你為什麼 就不直接跟我講就好了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教育 就是 成績 考試 考校考學校 嗯 但其實日本不太一樣 嗯 他們的教育方針其實是 台灣很重視你是第幾名 這些事情 而且很重視你考幾分啊 我覺得比較重視第幾名嘛 就是你講 我大家都考很賴 但你第一名賴 喔也是啦 第幾名跟你在什麼學校 對啊 你在什麼學校的第幾名 喔對 因為其實這個女生他有提到 就是說他第一次去的時候 然後有被嚇到就是說有 親戚朋友在聊天 然後就有人說 欸我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突然之間所有的人就問說 欸他是什麼學校的 對 然後他就無法理解說 為什麼會先問他念什麼學校 不是會先說 欸那是怎麼樣的人 然後你怎麼認識他的 沒有 哪個學校 一定是哪個學校啊 哪個學校 哪個學校 不然大概就是在哪裡上班 對 就這樣子 他有什麼事就知道了嗎 所以你也是很 沒有啦 我不是啦 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 會直接問哪個學校 會 但是日本的話 比較在意的是 不要給他 冷天麻煩 做一個 做一個 那個在社會上 OK的人 所以其實就比較不會有 突然之間就問說 什麼學校的這個問題 對 但是他們就會很在意就是說 你依啊 你依啊 打招呼 媽啊 團體戒律 對 室家這種東西 就是會不會讀空氣啊 嗯 從校教制園什麼那種 不都是要 散佑嫩啊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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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發現 真的嗎 真的嗎 現在 嗯 好像有講 對 但是你沒有在講 你就不在意 這樣怎麼會講 啊 國師傅真的會講嗎 國師傅真的會講 出餐廳就很習慣的說 對 就很 非常 自然 自然就會這樣 被訓練 對 嗯然後還在意文文武雙拳 我覺得文武雙拳 是因為他們想要培養協調性 我覺得在台灣很容易 因為你很會念書 就你做什麼都OK 對真的 就是你有非常多的豁免權 對對對 可是那個在這裡其實沒有 你就要考第一名 你還是得就是參加 沒錯 沒錯 然後你就說普卡茲做得很爛 就是大家 對啊也是覺得你這個 就不太會尊重 對 對啊 所以他們就說其實小學的時候 跑快跟成績好 其實跑得快的人比較會受歡迎 對對對 現在還是吧 對啊 台灣不會吧 台灣跑快沒怎樣 對啊 台灣跑得快 但是考很爛應該就沒有人要在意 可是我覺得台灣考得很好也沒有 不一定會很受歡迎 台灣就我的臉吧 唱得好看 唱得好看 唱得好看啦 啊怎麼這樣啊 很膚淺 很膚淺啊 他們喜歡會運動的 對 就是運動王子真的會很摩扎 對 對 還好沒有在這邊念 你是不是很特急嗎 我覺得是耶 真的嗎 嘿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日本人真的不會比小孩念書 不會 不會 不會像台灣那種就是希望你 望子成龍 望你成功 欸小時候因為我是長女嘛 所以我媽真的是 每一天都規定我 她買很多 就是小學喔 小學喔 她就買很多 就是參考書 然後每天都要擠 然後你都還要寫功課 還要寫那個 然後要上很多什麼才藝班 真的是壓力頗大 要考試的時候 她就會陪你一起念 就是背給她聽這樣子 哇塞啊 好誇張喔 我們家是沒有這樣